我現在講一下親近神的祈禱如何有不同的成分 第一種是宣告神的愛 宣告神的愛不是一定要說我奉耶穌宣告的 你不需要一個指定的方式 可以出聲也可以不出聲 這是在乎那個人 如果他不出聲他會發夢的 那麼他一定要出聲 在我來說我是不需要出聲 我不出聲更加好 因為不出聲我就整個靈自由去湧向神 宣告神的恩典我會怎樣 一邊想著耶穌愛我 耶穌和我一起 心裡那個意念不斷地湧流 就不一定要說神愛我 神在我前面環繞我 我未必要用一些說話 但是有些人來說是需要用一些說話 即是說神愛我 祝福我的 陪伴我的 提升我的生命 你可以每句說話 重複去每一個意念 重複去進入 為什麼呢 因為每句都不同 你不斷地想 變成是腦思想的祈禱 因為聖經講到耶穌說 用心靈誠實敬拜 是靈的敬拜 是最能夠達到神那裡的 愛神也是盡心盡盛 盡盛整個靈魂 都是整個心靈的 整個靈魂 所以這都是靈魂的祈禱 不只是言語的祈禱 因為很多人只用言語的祈禱 言語都可以是用靈 不過有時候很多人的傾向就是 就是這樣說 神愛跟我一起的 耶穌跟我一起 不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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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重複 耶穌現在跟我一起的 在心裡 耶穌跟我一起的 一直陪著我的 一直讓這個意念 在我們心中強烈的停留 這是宣告神的恩怜 宣告神的照顧 神提升我們 每一個意念都可以進入和提升 為什麼提升法呢? 就是越進入 神真的很愛我 沒有東西能夠難受神的愛 用聖經不同的意念 令到我們的祈禱更加豐富 和更加進入 深度相信 神真的很疼我 很愛我 這就是靈高度的祈禱 第一就是宣告神的愛 恩怜 祝福 祈禱 這些是恩怜的祈禱 然後我們可以愛慕神 就是對神的回應 愛慕、感謝、感激 也都可以進入 神啊,你真是好,謝謝你 很感激 在這裏面 你可以同一句 如果不是用字的話 你可以重複說好多次 但重點就是 讓靈去到那個位置 這就是相交 神的應許 神的聖情 神的恩怜 以及我們的回應 然後呢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事情 可以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 譬如說 我們想到有一個人 我們都不太喜歡他 不太接近他 我也有說過一個方法 我覺得有用的 就是 看出那個人 因為通常那個人傷害我們 他都是有 他受害傷害的 於是我們的心 看出他 用神的眼光去看他 神的眼光是憐憫的 然後就連憫這個人 一邊想到這個人 一邊連憫他 一邊祝福他 一邊說他 一邊進入到不給他影響 這就是 處理一個人的影響 或者處理負面思想 很擔心錢 就一邊用聖經的意念去宣告 就是一邊相信 神會照顧麻雀 照顧百合花 神都會照顧我的 所以神一定會 封應我的需要 我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意義 一起加給我們 就是去深信這些 所有我們心中 覺得有問題的事情 都去處理 這個就是 處理生命中的 各種問題 然後 也可以代討 為到人 為某個人 為教會 為地區 就是說 整個祈禱可以是很豐富的 而每一件事都可以更加進入 當你用靈祈禱 就不會 因為你不限於說話 例如有一段長的時間 我就是能祝福這個地方 復興人的生命 心裏不斷湧出來 在我來說 我是不斷湧出來 憋悶他們 就是 興起他們 更新他們 就是那種的意念 就是讓我們的意念 跟神的意念相符合 無論那樣的祈禱,整個靈都是向著坡 我發覺我可以祈禱不同的東西,我又有另一種東西循環 因為你用口說,始終神祝福祂,言書祂,赦免祂,提升祂,幫祂更愛主 你每次說一句,說一句就說完,沒什麼說 你用這個意念去想,祈禱好像作吻 祈禱好像作吻,所以就不會太久 你只是句句在作吻,想想為那個人祈禱什麼 但當你那個意念擁有神 例如你為我祈禱,神是使用牧師 你不用教神怎麼做 你只是心去祝福那個人,神是興起那個人 你不用告訴神,神是幫他什麼,神有意念怎麼做 我們代討就是我們的靈和神相通,而祝福那個人 不一定要講足了,有些人會說他健康,他有什麼事 他有什麼糖尿病,他有什麼心臟病 祝福那些心臟的血管通了,那些糖尿病 降低了一些糖尿,降低什麼什麼 神不用我們去俗藥告訴他,去做什麼 我們的心靈就是祝福這個人,神是給他健康 祝福他,興起他 你可以一直這樣,未必是一些說話 而是那個意念,那個靈,有沒有問題 這樣的時候,祈禱,根本可以祈禱很久 祈禱很久,你為不同的,關於這個人 或者關於國家,或者地區,或者為自己不同的事 其實都可以很多是為自己的生命提升 因為你生命提升,你自然的祈禱也有力量 你的時動也有力量 所以我們為自己祈禱,就不要說 神啊,找我開路,快點找工作 快點找老公,快點找老公,找生兒子 不要為這些事情,因為這些事情 你講一次已經夠了,神已經知道了 你未求的,神已經知道了 神會到時都說,祂覺得你適合,祂就會給你 你不用說,祂就會給你 反而你說,神啊,我的靈不是很通 幫我的靈去通,幫我的重担釋放 這些我們就可以在此處理 我裏面的牛鬥,那些什麼卡住,那些不開心 那些神啊,幫我釋放的東西 那些就可以,祂到靈很通的,很鬆很鬆 譬如那個丈夫不好這樣 那樣,就一直連續她 其實她都是受很多傷害 她都是不懂得去外人的地方 神啊,連勻她 我心裡想著她,一路祝福她 神啊,臨入她的身上大大大 我未必有說很多句,我就是靈一路祝福這個人 其實你,主要你的心裡就是 不過這件事就是,靈湧向神 你學到,首先你愛慕神的湧向神 你不用句句話,神是否愛你 下一句話是甚麼呢 歡喜你,感謝你,讚美你,高舉你 糟了,說甚麼呢 即是你用了這些詞語,再說一次,好嗎 又再說一次,這樣 這樣的時候你是用詞彙來祈禱 那你就會好限制,也會想著想著 都不知道說甚麼,都說過了 而是你那個心湧的神,啊,你不要你 整個好,那個意念裡面夾襲著 愛,感激,歡喜,神啊,你真好 就是,這個意念不斷地向神發出 就OK的,不需要每一次說 是感謝,讚美,清重,你不用自己 數回我自己說的甚麼 這樣你就會覺得累,你這樣騎到 你一定會累,因為你冷這麼想 我可以騎很久很久,我都不覺得累 因為我又享受神,我一直祝福某一件事 或者我自己生命的提升,放鬆 我是一個很鬆很鬆的狀態 這樣祈禱的 靈也不斷,神在這裏帶著 首先是有四年充滿,所以靈是很鬆很輕鬆的 我知道這件事是你要學到靈的祈禱才容易做到 如果你始終用言語的祈禱,你很難入到這個 我形容就是把對神的歡喜,愛,湧向神 就是對神的心,湧向祂 這件事,如果你說很難做 我曾經常說過的方法 Hallelujah 你嘗試好像心靈裡的歡喜,感激神 那些東西湧出來 你做了一下,你就能夠做得到 這樣湧向神 我們不喜歡